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醫學大聯盟是你生活 大小時的好幫手 所以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看醫學大聯盟都可以獲得解答 今天我們要聊一聊 就是2020以來 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雖然台灣在這次的防疫成果相當卓越 但是大環境還不穩定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但是也不用過度恐慌 我們要試著找到方式 與病毒和平共處 平常除了戴口罩 多洗手之外 也要維持好身體的免疫力 第一時間把病毒聚於體外 自然就可以避免健康受到威脅 不過想要做到這一點 首先就要把我們的 人體免疫第一道防線強化 那就是我們的 黏膜 黏膜這兩個字 大家可能跟它不太熟 但是它遍布我們身體的各處 當黏膜破損或是不健全的時候 病毒 細菌 就有機會進入我們的體內 引起疾病 面對我們現在這種 病毒好像不在 又好像無處不在的狀況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加強我們 黏膜的保護力呢 今天就要請專家一一來解答 當然我們今天優勝隊伍 也可以把我們金美好禮帶回家 大家好 首先介紹兩對來賓 全部都答對的 瑞菁姐 哀誠 大家好 每題都要對的小鐘哥 短筋 介紹我們今天的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扎士恆醫師 大家好 營養師 漫漫營養師 大家好 醫美檢中科醫師 李坤達醫師 大家好 好 好 一開始要請教張醫師了 為什麼要防止 外敵入侵體內 為什麼要先保護好黏膜 我跟大家講一下 黏膜到底在什麼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皮膚就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這個地方 我們的頭皮 我們的鼻子 臉上的皮膚 那個就是皮膚 可是一旦經過我們的嘴唇 或是鼻孔進到這麼大的空間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黏膜構成的 等於就是說到了我們嘴巴裡面 到了我們的鼻子裡面 鼻腔裡面 下面就是到了我們的腸道裡面 到了我們的膀胱裡面 它就是靠著黏膜在抵禦 細菌跟病毒 進到我們的人體裡面 一個保護 所以說 你可以把黏膜想像成 就是皮膚的延伸 它跟皮膚共同地構成 你身體的第一道防線 內在的皮膚 對 好 張醫師剛剛解釋了 黏膜的重要性對不對 我們先從鼻腔的黏膜說起 因為我們每分每秒都在呼吸 空氣裡面隱藏著很多的病毒 細菌 那現在的空氣時好時壞 也會影響我們鼻腔黏膜的健康 所以我們第一題就要從 鼻腔開始問起 好 請問 一般人對鼻子最常做的NG行為 有哪些 在白人民調中的前五名 又有哪些呢 在我說完請搶答之後 才可以按鈴嗎 按鈴 請搶答 好棒 好棒 你在笑我嗎 我會講醒鼻涕 醒鼻涕 醒鼻涕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有時候一醒 醒太大力的話 會傷到黏膜 你要醒的話要輕一點 你不能太用力 一用力的話那個黏膜就會受傷 有的人醒鼻涕 醒一醒 還會流鼻血 因為像我都是很大力 請 可是都請在裡面 沒有把它請出來 對 就像這樣 而且有時候醒到耳朵去 你是 哈欠嗎 就它這樣 這樣 哈欠是什麼 好 所以你的答案是 醒鼻涕 太大力的醒鼻涕 對 太大力醒鼻涕 太大力醒鼻涕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大力捏鼻子 來 黎醫師 講到大力捏鼻子這件事情 跟醒鼻涕 其實都不是很好的習慣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鼻黏膜 鼻腔裡面跟我們的口腔 還有我們的通耳朵的耳煙管 它們都是相通的 你這麼大力地一醒下去 我們這三個地方的壓力 增大之後 不僅會傷害耳朵的耳膜 然後也會讓鼻黏膜裡面的 構造會受損 然後另外就是口腔裡面 後面的咽喉部分也會被衝擊到 其實都是很不好的 剛剛黎醫師在講到 醒鼻涕的時候 我們在醒鼻涕的時候 嘴巴會閉起來 對 然後會把鼻子捏起來 對不對 對 這個鼻腔就變成一個密閉的空間 對 然後你用力 這個裡面的壓力會瞬間升高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洞 這個洞是鼻腔 鼻腔進到耳朵的地方 它透過一條耳煙管連接 所以這個洞 它如果說因為過大的壓力 它會打開 我們的鼻腔基本上是髒的 它的細菌是住在裡面的 我們的中耳是乾淨的 所以當你做了這個動作 你就把細菌帶到一個乾淨的腔室 造成耳朵的發炎 所以說大人的中耳煙 通常是因為醒鼻涕不正確造成的 我種好幾次了 中耳煙 真的 真的 就是要一邊一邊醒 我那時候學自由潛水的時候 我的教練也是教我 要一邊一邊醒 我們有時候海水會灌進去 一邊一邊醒 醒得特別乾淨 請搶檔 這樣很害怕 誰輸誰會抽通來了 好可怕 太有經驗了 真的 好強 很危險的 挖鼻孔 因為有時候 甚至有些人指甲特別長 挖鼻孔一挖的話 就把黏膜或者挖的受傷 還會流血 而且有時候手沒有洗乾 你一挖鼻孔的話 什麼細菌都進去了 對 所以說挖鼻孔是非常非常對 鼻子NG的 所以不要 不要亂挖鼻孔 這檔有沒有上榜 有 來 張醫師 我先問小鐘哥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曾經 譬如說被蚊子咬 有 或者是說蕁麻疹 皮膚在癢 抓到破皮過 有 那我跟你說 黏膜是比較脆弱的皮膚 挖鼻孔等於就是一種 幫黏膜抓癢的行為 你是想要 有東西想要去抓它 真的有時候把它順便拔幾根鼻毛 很多時候就會流血 有時候鼻腔黏膜太脆弱 就容易流血受傷 我們有沒有什麼食物 是可以加強 鼻腔黏膜的強壯性 慢慢癢養 我們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幫助 我們維持黏膜健康的 像有四類食物就可以推薦給大家 第一類是像豬瘦肉跟雞蛋 因為這些食物 它可以同時提供我們蛋白質 還有維生素B群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黏膜組織 讓它可以修復還有正常代謝的 第二類食物是堅果類食物 因為堅果類食物當中 它會有很豐富的 脂溶性維生素E 脂溶性維生素E 它最主要目的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細胞膜 維持完整性 因為它有抗氧化作用 就可以防止自由基去破壞細胞膜 再來就是它還有 礦物質這個心 它其實我們通常就是 如果有傷口組織的話 它就會幫助我們修復 所以說像堅果類食物 就同時含有這兩種營養素 第三類食物 會建議可以多吃一些 深色的蔬菜 譬如說 譬如說深黃色 深紅色跟深綠色 像是地瓜 番茄 南瓜 或者是綠花野菜 因為這些蔬菜當中 它裡面會有很豐富的 維生素A 以及β胡蘿蔔素 然後這兩個營養素 它最主要就是可以幫助 我們上皮細胞 讓它的結構維持正常 而且也可以讓細胞呈現一個 正常的分化狀態 讓它可以有很好的代謝 第四個就是要多吃一些 當季的新鮮水果 因為水果當中會有維生素C 我們人體是不能夠 自行合成維生素C的 所以說需要每天補充 維生素C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我們促進膠原蛋白生成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結地組織 所以就可以維持住 我們黏膜的完整性 張醫師還有哪些關鍵的營養素 可以促進我們黏膜的健康 我這裡提三個 第一個是維生素A 維生素A不是只有一種東西而已 它是幾種化合物 構成的一個種稱 維生素A它可以促進 細胞的免疫功能 來刺激這些免疫細胞產生抗體 可是你講到黏膜的健康 絕對不能只講到維他命A 還有另外兩種重要的維他命 叫做維他命B3跟維他命B5 B3又叫做菸鹼素 它除了跟我們的黏膜皮膚 很有關係之外 它也可以維持我們 神經系統的健康 這樣子 另外維生素B5 也就是所謂的泛酸 它可以保持我們的黏膜健康 也可以幫助身體的膽固醇 蛋白質的代謝 我們現在整個外在的環境 其實你知道 還是並不太穩定 所以你其實是非常擔心的 除了我們政府說什麼 要勤洗手 戴口罩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要提高我們自己的保護 沒錯 那個東西真的是 我們平常就要做起 老實說你說到我們這個年紀 真的是 你自己沒有照顧好 你怎麼好照顧全家人 真的 我以前也試過那種瓶瓶罐罐 然後就是大家說這個 我就吃這個 吃不完 後來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居然簡單到這種程度 這大品牌 就是一個 世界第一的大品牌 然後它非常地簡單 就是一顆 就是一顆綜合維他命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一天一顆 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又不會忘記 你也不會造成你的負擔 就像剛剛醫生講的 它的那三種什麼 維他命A 菸鹼素 泛酸 它又可以促進你黏膜的健康 然後還有我們女生最在乎的什麼 維他命C 它可以抗氧化 還有維他命E 它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減少自由基 大家都知道自由基非常地不好 尤其過了25歲 大家都知道代謝變慢 所以它裡面還添加了 就是維他命B1跟鎂 它可以促進你的代謝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B群跟鑫 它可以幫助 提高你的保護力 跟提高你的活力 就是 我覺得對我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工作那麼地忙碌 你簡單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對 自己照顧 那家裡的長輩怎麼辦 長輩你也要照顧 對不對 不然怎麼辦 長輩的健康也是你的笑容 人家都喘得好 一樣是一天一科 然後這是針對 50歲以上的長輩 然後它裡面就有那種 22種我們人體 根本沒有辦法自行製造的 這個營養素 可以促進它代謝 所以我覺得就是現代人 還是必須要有比較聰明的 而且簡單的 可以照顧自己 跟照顧全家人的方法 好棒 太棒了 謝謝瑞瑞姐 我就覺得真的是有差 有夠 有補 真的 最主要方便 一天只要一顆 對 以前你要吃個十幾顆 各種營養素才補齊 對 一次就 對 然後正因為只有一顆 你就一定要找那種 就是世界第一的品牌 因為它也是 你才會安心 所以你也不用太強太強 因為它統統都顧到 對 就是這樣 太棒了 對 是不是很聰明 而且你看 這一瓶就適合我 銀寶 我已經在銀了 你終於了解自己 已經進入銀寶了 有了 年輕的時候一罐 老的時候來這罐 對 營養素要珍惜 很難的 那麼坦白的 對 很誠實 聽想答 這個是陰謀 不行了 她剛剛說 贏寶那是陰謀 要交給你了 老歸老歸 偷偷偷 我再分享我的撇步 你就這樣子 這有點 對她有點不好意思 有沒有 答對了才有 對 我覺得 拔鼻毛 拔鼻毛對鼻子是真的很傷 因為有時候一拔 那個很痛 還甚至會流血 你講得好寫實 因為我很常拔 因為我鼻毛有時候會 真的會長出來 徒手拔 徒手拔 因為剪的時候 有時候 剪一剪 又覺得好像剪不乾淨 常常有一兩根 女孩子就會一直看你那個鼻毛 真的會 然後你就會給人家印象不好 所以我每次上完廁所 我看有鼻毛 有跑出來我就直接用手一拉 有時候上次還流血了 所以這個對鼻子是非常傷害的 造成傷害 所以你不要再拔了 我不再拔 我雖然是一毛不拔 但鼻毛還是會拔 還是會拔 不拔了 拔鼻毛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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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給你打 都給你打 一年末後方的地方 有一個像骨頭的空腔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凹的地方 其實是我們的腦下垂體 所以其實鼻子 離我們的腦袋 其實它的屏蔽非常非常地薄 有些人他年紀大了 或者是有些人他是女生 他就是骨頭比較薄的 你省鼻涕省太大力 它會流一些黃黃 白白 然後透明的東西的容易出來 那個就是 一定會醒出來 好可怕 醒到腦 腦髓都出來了 對 這腦脊髓液 這個腦脊髓液跑出來 就很麻煩 以前的話 我們會請住院的病人 躺個一個月 希望他自己再黏回去 也因為它比較薄的原因 要是你腦下垂體 有一些疾病 例如說有腦下垂體 腫瘤 其實我們是從鼻子開的 不是開腦袋 從鼻子這樣子進去把它 像挖冰淇淋一樣 把它慢慢挖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鼻子的組織 它的黏膜 還有它裡面的毛 還有它的骨頭是多脆弱 但是我們一直都講 這個鼻毛就不好不好 其實鼻毛它是一個 我們在 呼吸進來的時候的第一道防線 過濾系統 也不要全部剃掉 對 適度地清理 然後生長週期大概就是21天 它其實長了 它自己會掉 因為你抱著去拔它 它很容易會產生鼻竇炎 或甚至我們剛剛講腦膜炎 就是因為那個地方 跟腦袋的地方 中間的骨頭裂開了 那細菌就跑進去了 它鼻毛那麼可怕 請搶答 你的手按在那裡 好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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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痠 他通道都沒在 他都沒在 沒有 而且我因為李醫師他的說法 讓我想到了答案 真的 對 因為前三個我都有想到 可是我看後面兩個 有點覺得危險 我覺得應該就是現在 大家很喜歡用的那種 侵入性的 比如說什麼 薄荷涼涼 薄荷棒 各式各樣那種 侵入性的東西 我覺得是NG的 我曾經那個薄荷棒 拿在手上24小時沒拿下來 真的 我插著工作 這樣 我都忘記 真的 因為它很會提神 我們都是靠那個提神 所以答案是 這個 我覺得是 侵入性的那種薄荷涼棒 過度使用 侵入性薄荷涼棒 好長的答案 這個答案是否上榜 孩子是第二名 不錯 25分 我們請他慢慢養師 因為像這種薄荷棒 我們通常會叫它做西涼劑 像這種成分 它其實最主要成分 叫做薄荷 薄荷醇 然後這個薄荷醇的成分 它我們吸進去之後 它就會跟我們鼻腔當中 特殊的 墨燒神經受體跟它結合 然後讓我們產生清涼的感覺 有清涼感當然就會提神 適度的使用其實沒有問題 可是過度使用真的會有問題 就像剛剛 就是愛成她分享的就是 因為吸太久可能還會覺得 鼻子會有點痛 就可能會造成鼻炎 或者是說有過敏的問題發生 而且國外的知名期刊 他們曾經有報導過 就是他們拿動物實驗 他們用雪雕來做實驗 它讓雪雕去吸含有薄荷成分的味道 因為雪雕它的氣管 它的呼吸道跟人類很像 所以他們用雪雕做實驗 就發現到說雪雕它吸了薄荷成分的味道之後 它的氣管鮮毛運動減緩 而且它氣管鮮毛的反應 也變得很遲鈍 這樣子的狀況表示說 它有可能它咳嗽的現象就會減少 我們把它推測到人體的狀況好了 假設我們過度地使用吸涼劑 造成說我們的鮮毛運動變得很遲緩 可能我們吸到髒空氣 或是吸到有毒的病原菌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醒出來 或者是咳出來 對 你就會讓自己暴露在一個 有風險的狀況下 然後還有一個 什麼 就是我一定要跟淒淒說 是 對 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兒科醫學會 它其實有發表一個聲明 是建議兩歲以下的嬰幼兒 盡量不可以去使用到 就是有薄荷醇 或者是它類似 比如說髒腦之類的產品 是 因為這些成分它可能會抑制呼吸 或者是造成嬰幼兒癲癲的味道 問題發生 所以是兩歲以下嬰幼兒 盡量要避免使用 所以小朋友連被蚊蟲咬傷 也不要拿含有薄荷的東西 去給它擦 對 盡量不要這樣做 因為會擔心有一些小朋友 尤其是他有癲癲病死的那一種 小朋友會很危險 對 然後其實兒科他們的建議 也會建議像 孕婦跟哺乳婦也是盡量要消用 真的 對 會擔心 可是害喜的時候好需要薄荷 我跟你講 有時候薄荷吸太大力 它整條跑到喉嚨裡面去 好噁心 那順便當喉糖 那噁心 沒有你 好噁心 你到底怎麼吸的 它吸到它尾聲的時候 就是整管 它太細了 太鬆了 穿過那個洞 穿過那個洞 反正都通 天啊 它整管喉嚨裡面 苦的 很苦 你自己有吸氣去過 我對富和棒是 是有慘痛經驗過 真的 傾搶吧 我 來 妳為什麼都這樣子 短筋來打一個 就是做鬼臉的時候的 豬鼻子 這樣也不行 那不是只有整形的人才不行嗎 對 一般是做假鼻子的 有墊的才會不能這樣子 對 你看小竹哥都不能 他有墊過 這樣為了證明 大家都一直弄 為什麼我鼻子這麼挺 其實是做的 有說他認同嗎 你說豬鼻子 對 你豬鼻子是他 他唯一貢獻出的 就是這個答案 我就相信他這一次 好 對 常做鬼臉 豬鼻子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沒有 鼻黏膜 豬鼻子好像弄不太 沒到皮黏膜 沒到裡面 短筋 怎麼辦 我又搶到了 但是妳沒答案對不對 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 你看 可能 因為有時候 有的人就過度清潔 他把它一直洗洗 洗到黏膜都把它洗掉了 不要過度用洗鼻器 你洗多了 黏膜什麼都被你洗洗掉了 連保護層都洗掉了 是 所以你的答案是 不要過度使用洗鼻器 對 所以大家有沒有上榜 恭喜 最高分 謝謝 太厲害了 洗鼻器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女優科醫師很推薦 就是說 它可以把你的黏膜上面的一些 附著的細菌 灰塵 甚至是病毒給清洗掉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你過度使用 譬如說用了一次 的確它有那種 洗得很乾淨的感覺 千萬也不要早中晚照的三餐用 因為黏膜也受不了這麼大的刺激 一般來說是建議一天用一次 我在這裡順便就分享一些 洗鼻器的一些使用法 這個大家在市面上 可以找到的一種 某一種洗鼻器 通常就是利用水 水本身自然的壓力 所以這是一個容器 一般來說這個容液 我們會建議用生理食鹽水就好 你把它放到裡面 你不要再特別用手去擠它 這個放到你的鼻孔裡 然後這邊可以像是 有點像是沐浴乳的開頭一樣 打開 它的壓力自然就可以 讓下面的水 很溫和地衝出來這樣 你一天用這樣洗一次就可以了 兩邊的鼻孔 大概夠洗個500cc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讓你的鼻黏膜 藏寶乾淨 所以洗鼻子的時候 水是會從另外一個鼻孔跑出來嗎 會 那這個要訣就是說 你的嘴巴張開 讓水可以從另外一個鼻孔 或是說從你的嘴巴流出來 都可以 因為它通的 那溫度盡量用溫一點 大概是38到40度C的熱水 比較靠近你人體的體溫這樣子 是 有一個迷思就覺得說 我常常用洗鼻器 到底會不會讓鼻黏膜變薄 不會 不會 這個是不會的 你只要適當地使用 不要過度地使用的話 其實用洗鼻器是一個 保養鼻黏膜很好的方法 這樣 有過敏性鼻炎的朋友 也可以試看看 可以用 我們來看看 一般的街訪民眾 對於鼻子NG行為了解有多少 請問一般人對鼻子 最常做的NG行為有哪些呢 我覺得是 因為徒手拔鼻毛很痛 我覺得也是 隨便挖鼻孔 因為手很髒 因為過敏的原因 所以我常常會 可以大力捏鼻子 我覺得是 隨便挖鼻孔 因為我朋友他就會 大辣辣的 不顧周遭的人 他覺得鼻子很癢 他就 隨便挖了 我覺得是 大力捏鼻子 我覺得是 過度稀涼劑 我覺得是 因為像我自己就會大力捏鼻子 因為我不想要 噴嚏打出來 徒手拔鼻毛 因為 我經常鼻子很多 可是 要挖的時候都挖不出來 隨便挖鼻孔 徒手拔鼻毛 我覺得是 大力捏鼻子 因為有時候 打噴嚏會想要去捏它 因為 就是念書很常要保持精神 然後就會一直吸 那個涼涼劑 大力捏鼻子 剛剛立下有朋友說 常常覺得鼻子 鼻屎很多 但是要挖都挖不出來 三師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如果常常覺得鼻屎很多 那鼻子塞塞的 千萬不要只是覺得 可能是鼻屎而已 也不要過度去挖鼻子 因為鼻塞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有的原因大概比較輕微 可是也有可能有一些 很嚴重的原因這樣子 有哪些的原因會容易讓你覺得 鼻屎很多會鼻塞 第一個叫所謂的鼻循環 我們兩邊的鼻孔會輪流塞 尤其是你在感冒的時候 鼻塞的時候 兩邊的鼻孔是在輪流塞的 這個叫做鼻循環 另外就是一些 譬如說過敏性鼻炎 或者是一些感染的問題 像是鼻痘炎這些的 這個都會讓你覺得 鼻子常年就是塞塞的這樣子 另外還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這裡有幾塊比較凸的骨頭 分別是下鼻甲 中鼻甲跟上鼻甲 我們這一塊鼻甲 就是說你往上看 另外一個人的鼻孔 你會看到側面有兩塊肉 就是我們的下鼻甲 這個下鼻甲的肥厚 也容易讓你鼻塞 有時候會需要嚴重到 可能需要做一些手術 把它做一些切除 或是整形的方法這樣子 鼻子往內有一塊 大家在這個模型上看到的是一個 比較深色的咖啡色的東西 這個叫做 它是由像淋巴 細胞 這些組織構成的一個 身體比較退化的器官 它對身體其實沒有用 有點像我們哪裡呢 扁桃腺 有點像我們的藍尾 這個都是它會反覆發炎 可是對你的 對大人的身體 其實沒有特別的作用的東西 腺樣體也可能會肥厚 它也是造成你鼻塞的一個原因 接著有比較罕見的 有哪些原因 腺樣體有時候會長腫瘤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鼻炎癌 這個從內 鼻炎癌就是長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不明原因的鼻塞 要小心是鼻炎癌 可是鼻炎癌很多時候 第一個症狀是 脖子出現一些腫塊 反而不是鼻塞 所以也要很注意 你萬一脖子摸到一些腫塊的話 要小心可能是鼻炎癌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罕見的原因 叫做所謂的 這個叫做什麼 後面的鼻孔 我們兩邊的鼻孔 有了人在這邊就長出一個骨頭 把它塞住了 所以它前面是通的 可是後面是塞住的 這個5000個人裡面 大概會有一個人 叫做後鼻孔 鼻塞 可是它比例還滿高的 不但是前鼻孔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鼻孔 那是天生的吧 那是天生的 還是說會隨著時間 它突然間長 這群嬰兒一生出來 很快就會開始呼吸窘迫 會比較喘 不過它處理也很簡單 就把這個骨頭給打破就好了 如果你可以及早診斷出來的話 所以新生兒 或者是說小朋友在喘 要小心是後鼻孔 閉鎖 這個5000個人裡面會有一個人 比例還滿高的 所以以上講的都是 幾個可能鼻塞的原因 有常見的 有罕見的 千萬不要都當作是鼻視 好的 謝謝張醫師 學到了 這個階段我們要恭喜 全部都答對 得到了25分 每題都要再得到75分 你們還是可以投進一顆球 一顆 我們最後是用 抽球的方式 這很難講 你知道嗎 有時候球少 後來俱勝 我們是可以投進3顆 沒錯 1 2 3 1 2 3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還有選擇題 可以繼續搶分 不要氣餒了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 選擇題 選擇題不用搶答 不用搶 我們剛剛在白人民調搶答題 已經討論了很多關 鼻黏膜有關的問題對不對 現在就要把範圍打開來 全身的黏膜 都要開始一起學習了 請問 夏立何種疾病 與體內黏膜不健康 較沒關係 1 口腔癌 2 心肌梗塞 3 腸漏症 來 瑞琳姐 為什麼選2 口腔應該就是 口腔一定 一定 就是黏膜被破壞 然後腸漏 感覺也是黏膜已經被破壞了 才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漏掉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是心肌梗塞 因為心肌梗塞跟黏膜 是完完全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心肌梗塞 真的嗎 它跟心臟有關係 講得這麼展現 可是你看那個血管 血管裡面慢慢堵塞 它不是就是從黏膜開始堵塞嗎 不是 不是黏膜堵塞 它是那個 血管裡面不也是黏膜嗎 東西堵塞 兩對答案都是2 他們答案是否正確 你看 恭喜答對 可以的 血管的內面不是黏膜 不是 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黏膜 包括哪些地方 我們鼻子 嘴巴 眼睛 我們腸子裡面 胃裡面 還有我們的生殖道裡面 其實都是黏膜 可是血管裡面叫做血管內皮 它其實是乾淨的地方 它不該有細菌 心肌梗塞是因為 我們的血管先產生硬化之後 再讓我們的 冠狀動脈的腔絲變窄 接著血小板來了 把它堵起來了 那個叫做心肌梗塞 至於口腔癌 口腔癌就是從口腔黏膜 長出來的一種癌症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種 上皮細胞構成癌症 你只要香檳酒的話 就很容易口腔癌了 口腔癌跟醃酒 檳榔脫不了關係 好 那什麼叫 腸肉症其實是一個 這大概可以說這100年來 腸胃科學家 經常在談論這個議題 腸肉症它不但會讓 我們的細菌病毒 甚至是過敏源 很容易鑽進我們的身體 所以的確也有一些研究就是說 我把腸肉症 我把腸子的黏膜 用一些生活習慣 用一些運動 用營養品 甚至益生菌 去改善它的黏膜的完整性 可以改善身體的一些症狀 我想請問慢慢營養師 我們有沒有一些簡單的飲食 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免疫力 有 今天就要來教大家 來做一道就是很健康的 懶人早餐 慢慢營養師 一日足利在有什麼 從早上就開始維持住 我們身體的保護力 這道早餐其實做得非常簡單 但是要從前一個晚上開始準備 真的啊 那待會兒就要開始準備了 待會兒就開始準備了 我們就是晚上睡前 先準備240cc的牛奶 然後再配上6湯匙左右的 大燕麥片 對 6湯匙就是這種湯匙 6湯匙 對 一瓶匙 瓦樓 6瓶匙 對 6瓶匙 然後放到容器裡面之後 然後冰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再放上一點水果跟堅果 就是一道很 美味的手 對 美味的馬人早餐 所以這個已經是 預備好的 對 這個已經有預備好了 我們的大燕麥已經在裡面了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泡完之後 它其實會 它會吸牛奶 所以它的質地看起來 它其實很容易就可以 看起來好好吃 對 它是即時性的 這道早餐有什麼樣的營養成分呢 最主要像牛奶的話 就可以提供我們蛋白質 然後還有維生素B2 對 還有鈣質 對 還有鈣質 因為像國劍署都會建議我們 每天早晚都要喝一杯 240CC的牛奶 對 幫助我們補充鈣質 然後還要再加堅果 對 還要再加堅果 加一點堅果 然後堅果的量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過 其實大概3到5顆就夠了 3到5顆 夠了 要適量 妳喜歡吃堅果是不是 對 那水果呢 水果的話其實可以加多一點 因為水果的話 我們自己一個拳頭的量 其實就是一份水果的量了 自己一個拳頭的量 對 然後因為你裡面還有加燕麥片 燕麥片它就是屬於 顴骨雜糧類 它可以提供我們 維生素B群的營養素 對 水果的話就是提供我們 像是維生素C 然後堅果的話就是有 維生素E跟礦物質芯 開動了 看起來很好吃 好營養的感覺 好好吃 它那燕麥難怪要前一天 因為它完全入味都已經細軟了 要夠爛才行 對 好香 如果家中的長輩 不太喜歡吃這種甜的早餐的話 我們也有鹹的做法 像我們一樣 準備6湯匙的大燕麥片 大概200到250毫升的水 一顆雞蛋 一顆牛番茄 再半個黃甜椒 然後我們再配上一點的鹽 跟黑胡椒下去煮 其實10分鐘就可以做好了 鹹的其實做法也非常簡單 很方便 而且感覺很好吃 對 也是用燕麥片下去做 好棒 謝謝麥麥的樣子 謝謝麥麥 下一題 關於補充維生素B群 何者叫不正確 1 可以助眠 2 高劑量就好 3 可以輔助身體代謝 我覺得你們這個節目 都有一點困難 我都有一點疑惑 因為其實很多人認為吃B群 它會 對 會精神很好 會提神 對 然後我比較不知道說 原來它有助眠 可是我覺得高劑量一定比較好嗎 我覺得是比較不正確的 很多人以為B群是吃了什麼亢奮 其實不是 不是 很多人搞錯了 精神不好 快點吃B群 不是 B群是讓你身體比較容易 去放鬆 然後你就可以比較好休息 我還是經過一個說法 充分休息 說晚上的時候不要吃B群 對 就是怕說睡不著 所以要白天吃 對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小疑惑 其實瑞銘姐 你這疑惑 很多來我們來賓都有 對不對 因為很多的醫療 醫學觀念 我們健康知識 我們都聽說 印象中彷彿是 所以我們就是要破除大家的迷思 給你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對 好不好 天啊 我也想改 小鐘哥 你也有聽說對不對 你也知道錯了嗎 如果你也聽說 對 不可能會幫忙助眠 如果幫忙助眠 我們為什麼要吃B群 幫忙我們露營呢 可是高劑量 叫好 這個都是非常顯的答案 我跟你講 它這個是個陷阱 你們掉進去了 真的嗎 應該是你掉進去了 還是兩個都掉進去了 對 搞不好是可以輔助身體 是錯的 瓜哥沒得了 沒事 一對答案12 一對答案是1 他們答案是否有正確的呢 恭喜 全部都答對 真的嗎 老師 觀念是脆的嘛 漂亮 每題都要對 小鐘哥 來 我們來聽聽 慢慢演示怎麼說 通常我們吃B群會感覺到 就是比較有精神 那是在有缺乏的情況下 你吃了會很有感覺 可是你如果連續很多天 你都一直吃的話 你會越吃越沒有感覺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而且就是通常來說的話 晚上吃跟什麼時間點吃 其實不太會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晚上也是可以吃的 再來就是說 B群它可以幫助血清素的生產 血清素它其實就是會有 安定跟穩定情緒 還有幫助睡眠的 所以說我們就會常建議 就是如果有睡眠障礙 或失眠問題的族群 就是平常就要注意 可以多吃一些像顴骨類食物 或者是像豬瘦肉 雞蛋這些食物 來補充有B群的成分 對 既然可以輔助身體代謝 譬如說我今天晚上 有應酬要去喝酒 我先吃一顆B群的話 會不會比較不容易醉 它可以幫助你的酒精代謝是順利的 因為酒精必須充 所以就是有對不對 我們不敢說 好 好 你就是我們那種養師好嗎 我們今天有這樣講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 這個說法可以說算是 也可以行得通 因為當我們身體B群不夠的時候 你喝酒竟然沒有辦法代謝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你宿醉狀況會更久 你B群足夠的時候 你的肝臟就可以進行正常的運作 就可以幫你把乙醇把它代謝掉 所以是會有幫助的 醫生 不好意思 再多問一個問題 竟然可以身體代謝 那減肥多吃一點B群 你照樣講 減肥就是要新的大學 對 對 減肥有一個方法就是 吃B群會增加它代謝 是不是可以 減肥 我必須說 因為很多在減重節食的族群 他們常常飲食當中都不均衡 反而該吃的營養素沒有吃到 但是我們人體一天會需要 40多種的營養素 所以你只要有缺乏的話 其實你的代謝就會受到停滯 所以當然補充足夠的營養素 是可以幫助你正常代謝的 國健署它其實也有公佈一個 膳食營養素的建議攝取量 給大家參考 像B群的話 它算是滿安全的營養素 因為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我們不小心吃太多的話 它其實大部分就從尿液當中 排出去 但是一樣就是這樣也是浪費 所以其實沒有必要吃到這麼多 小鐘哥 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 請下一題 謝謝 下一題 流鼻血的處理狀況 下列何者正確 一 保持養頭 二 盡量平躺 三 口含冰水 我跟你講 幹嘛學我 因為保持養頭跟盡量平躺 那都是一樣的東西 哪有一樣 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不都一樣 小都不一樣 45度跟50度 可是這的確是 因為剛剛有說到 鼻子跟嘴巴是合的 來 通的 冰水它能讓 因為這是流冰血的時候 已經是熱了 熱的就膨脹了 就流水 流血 然後你冰塊 它有可能能夠讓它 收縮一下 兩對答案都是3 他們答案是否正確 答案是對的 請看 真的 是的 我們請教李醫師 我們的五露藥蔥的咽喉布 其實前面有氣管 後面有10道 如果你流血的時候 萬一大量流血 有一天你被架拐子 被打傷 它是不是會一直血流不止 我們流血本來 血液就會凝固 萬一它塞到前面氣管 那還得了 你就會沒辦法呼吸 會缺氧 所以就要讓它流出來 所以我們就盡量讓它往前 它就會 它就比較不會 不要亂交 你往後仰這個 你這是名牌不能低頭 這是第一步驟 這是往前起來 沒錯 然後你盡量就是讓你的頭部 要高 因為讓血流不要一直往 往鼻子這邊流 這樣子你才能做數太空 所以更不能平躺 對 所以是不能平躺的 養頭的話就更不行了 對 更慘了 好 第二個步驟當然 我們要捏的是鼻子 出血的地方是鼻孔裡面 對不對 我們就在我們的鼻骨跟軟骨交切束 前面這個鼻翼的地方 用大拇指跟食指壓 壓五分鐘 第三個步驟當然就是 壓完之後緩解之後 我們含冰水或是用冰敷了 但是你嘴巴裡面沒辦法冰敷 當然就是含個冰水 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的 鼻黏膜裡面的血管還會收縮 真的 那這三個步驟 如果都沒有效的時候 你就要去急診或找耳鼻歐科 那個鼻黏膜裡面 我們就要塞那個砂布之血 完全明白了 清清楚楚 對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對於劉鼻血這件事情 有太多錯誤的教導 真的 所有人第一個反應 就是塞東西 然後就這樣 然後頭養著 是錯誤 然後拿冰塊冰在這裡 這樣冰在鼻子上 其實要含冰水 對 今天真的都學到知識了 學到了 下一題 嘴破就是口腔黏膜溃疡 下列何種方式 對於口腔黏膜溃疡最有幫助 1 作息規律 2 鹽水漱口 3 噴西瓜霜 太簡單了 馬上有答案 因為對我來講真的是這樣 我只要作息一不正常 就破 然後就開始破 所以就是補充營養素 跟作息正常以後 它就會好 我也是選一 因為如果你 你下架的時候就很容易會造成 嘴破 舌頭破 因為我曾經就是因為 失眠跟壓力太大的時候 要出外景 要吃美食 有時候要吃辣或幹嘛 對 你一吃下去之後 你還要說好好吃 所以你想說 真的很痛 嘴巴破得痛 就是那個白點 你知道嗎 它有個小小的白點 有一次我就是 我聽早期有人說 嚕鹽巴 好痛 嚕完鹽巴之後 真的就不痛了 我還發覺是我那邊 已經壞死了 不是 因為妳那個痛 已經超越所有的痛了 所以變成說 其他東西會讓妳無感 這個我有試過 因為我之前也是熬夜工作 然後我朋友都說 那妳要試鹽水 因為在傷口上撒鹽 這樣好得比較快 所以我就回去用鹽水 就是漱口超級痛 而且傷口更大 更大 更痛 真的 講到嘴破 大家真的都太有經驗了 來 兩隊答案都是1 他們答案是否正確 答對了 謝謝 最根本的 對 最根本的 李克難醫師 嘴破這件事情 其實跟中醫來說是火氣大 西醫的話我們講的 可能就是脫水 或是你短暫性的溫度過高 因為脫水溫度會高 然後血壓會高 所以就會導致 我們比較快讓我們口腔裡面 黏膜就乾掉了 特別是嘴角的地方 對 一般來說大家會想說 用鹽水漱口 其實鹽水的滲透壓 對我們的細胞來說是不好的 因為鹽水的滲透壓比較高 所以它會把細胞裡面的水 會吸出去 所以其實會更痛 對 它有一點點殺菌的效果沒有錯 因為有些人感冒 他會漱口漱鹽水 確實感冒的症狀會緩解 但是如果你有傷口的話 一般是比較不建議 噴西瓜霜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 就是講的口內膏 口內膏你說用好不好 口內膏其實是一種副方 它裡面有一點類固醇 短暫的抑制 當然你就會緩解掉你的症狀 你又不會痛 但是久而久之之後 其實如果有一些免疫系統 比較差的人 他這樣叉叉叉叉 反覆反覆的一直被感染 因為細菌還是會跑到傷口裡面 所以嚴重有可能你口漿附近 會有蜂窩性組織炎 其實是滿嚴重的 你得了蜂窩性組織炎 小則你要吃藥要吃兩個禮拜 大則你要住院治療 所以這個其實都很得不償施 還是要回歸到根本的作息 所以根本作息還是最正確的 關於嘴巴破 我突然想到有一個坊間流傳 吃六顆奇異果 隔天就好了 慢慢營養師 這是可以的嗎 推測應該是因為 因為維生素C本身就是會促進 我們膠原蛋白生成 幫助我們的 傷口愈合 對 就是愈合的狀況會好一點 所以應該是維生素C跟水分 都同時補充到 來 下一題 胃食道逆流會導致食道黏膜灼傷 請問 改善胃食道逆流的方法 下列合者是錯誤的 一 吃飯慢慢吃 二 飯前先吃水果 三 衣服不要太緊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是餓狼 真的 是不是飯前吃水果太甜了 太酸 太酸 我覺得是因為太酸了 看妳吃什麼水果 是香蕉不酸 妳看我們跟你同分是嗎 維園 我們不要跟他同分 這樣子 因為我們如果一樣都對的話 我們還是輸 前面我們輸太多了 要賭一把 我們要賭一個跟他不一樣 好吧 好 不然我們沒有勝 他要沒勝算對不對 對 跟他一樣 立向操作 好難要 開玩笑 衣服不要太緊 一對答案是3 一對答案是2 他們答案是否有正確的呢 恭喜媒體都要對 沒關係 這很難講 最後抽天很難講 來 慢慢營養師 沒錯 吃飯是真的應該要慢慢地吃 因為如果我們一下子吃太快的話 我們的胃裡面 短時間內就集中很多的食物 這個時候我們胃部的壓力會增加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食道跟胃連接的噴門 它就會關不緊 所以我們吃進去的食物跟胃酸 可能就會一起逆流 就會造成胃食道逆流狀況 所以說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吃飯要慢慢地吃 而且不要吃太飽 胃食道逆流族群都不能吃太飽 要少量多餐地吃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 也是正確的原因是因為 像如果我們衣服穿太緊 其實你是給腹部很大的壓力的 對 剛剛瑞俊姐有講 你是給腹部很大的壓力的 其實有很大的感受是像 懷孕的媽媽 懷孕到後期的媽媽 他們那時候胎兒比較大的時候 他們的胃部會受到擠壓 那個時候也會很容易 會有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肥胖的族群 像如果男性腰圍大於90公分 女性腰圍大於80公分 這樣就屬於腹部肥胖 因為腹部堆積很多的脂肪 一樣也會去擠壓到我們的胃 所以就常常會有 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很多肥胖者 它都是瘦下來之後 這個狀況就改善了 我就是 對 第二個為什麼會 就是是錯誤的呢 因為其實對於正常人來說 如果是飯前飯後吃水果 這個兩種說法都有人支持 也沒有說規定正常人 一定要怎麼樣吃 按照自己習慣就好 可是如果是胃食道逆流的族群 如果一下子吃下去 就是太酸或太甜的食物 以及纖維高的食物 都會很容易會讓胃酸增加 然後像纖維多的話也會讓 本身就有胃食道逆流狀況的時候 它的食道可能已經有傷口了 所以 太甜 像剛剛有提到很多水果 其實都是太甜的 都是要避免的 好的 謝謝麥麥養師 來 這個階段比賽結束了 兩隊答對的都是四題 兩隊都平手 所以都是三顆 三顆 三顆 現在只有兩顆之差而已 上次那個也是差幾顆 就少得含而已 對 小鐘哥 小鐘哥通常很難抽到 對 來 我們請大家慢慢養師 幫我們抽出今天的幸運得主 來 紅球 籃球 我們籃球 籃球 紅球 好 恭喜美肌大隊 恭喜 恭喜 對不起 我們有學到很多健康的 沒錯 有一些 你看小的時候 以為是正確的觀念 其實就不見得是正確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記清楚 因為有時候這邊聽 那邊聽 然後真的要用的時候 就很疑惑 你知道嗎 到底怎麼一回事 流鼻血 往前傾 往前傾 還滿地道的衣服 老公 老半天只為了衣服 我今天衣服還好 沒關係 往後 重點是我們在歡笑聲中 不斷地在學習 而且透過專家的解說 我們今天學會了很多 顧好 黏膜健康的好方法 其實只要懂得補充 健康正確的關鍵營養素 有效地提高免疫力 面對現在後新冠疫情的 不確定性 我們還是可以好好過生活的 對 還有更多的健康資訊 要分享給觀眾朋友 請大家一定要準時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不要 不要 對 安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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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